美联社预测NFL外卡战球长队将以23比10级败泰坦队美联社分享 NFL季后赛将于6日开打 首日两场外卡战由美联的球长队在主场出战泰坦队 国联的公洋队在主场面对准英队泰坦vs球长 球长队并没有完全找回他们在季初堪称NFL最佳球队的表现与气势 但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机会 事实上球长队在指跌回身后状况正在逐渐复苏 尤其是进攻相当有看头 反观泰坦队他们近来实在不太理想 在关键时刻一度惨遭三连败 要不是最后一周队上的是胜负都没差的美洲虎队 最后以15点十分险胜 要不然泰坦队哪里还能撑到季后赛 不过泰坦队大概也只能打一场季后赛 因为他们过不了球长队这关 美联时预测球长队将以23比10击败泰坦队 猎鹰vs公洋 去年兵败超级杯 猎鹰队此番卷土重来 理论上应该有比公洋队更丰富的季后赛经验 不少球评认为猎鹰队将先下手为强 取得大幅领先后轻松击败公洋队 不过美联社专家们不这么认为 这支猎鹰队完全无法与上季相比 明星四分蔚来恩 本季问题多多不断在关键时刻犯下关键错误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 没错 就像去年超级 被那支白白送走胜利的猎鹰队 公洋队比猎鹰队年轻 也比更渴望胜利 整体实力也更强 美联社预测 公洋队已27比19过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